要如何的检讨如何的善后 会持续监督政府 好好的坐下去怎么样的照顾这个灾民 所以也不是因为蓝或是绿 来批评某些救灾的作为上面是不是有疏失 那这个执政团队大家是一体的 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大家一起来做 我们来看呢今天马总统灾后第12天 我还是要回应一下杨小姐 这个社会募款的 大家努力的付出的该付出 没有吗这社会爱心够多了 你现在下午开始歌功 马英九应有神有英明 可以这样是吗 下稿你们乱 我补充一下 其实今天 大家不要情绪好不好 今天本节目的观众 其实尤其是蓝营里头非常停马的人 是采用一种迂回的方法 在停马英九讲话 但是我必须向我们这些观众报告 其实这几天我们所有的 包括友台的电视节目里头 没有一台不批评马英九 但是绿跟非绿的节目 批评的口气 批评的方法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请这些观众 替不舍马英九被批评的人 每一台都看一下 因为大家的动机 大家的口气 大家的好意恶意 其实是有差别的 你不能像阿嬷在疼孙 孙准备念一下 你就让我们不敢丢丢 当年阿扁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他说阿嬷在疼孙 你阿嬷疼孙疼过头 有一天那些孙就去做 做事了 你知道吗 真的 刚才文家还特别讲了 我们在批评或是希望马政府做得更好 是希望马政府能够加油 把后面的事情真的能够做到大家都很满意 就像马总统昨天记者会自己讲的 他希望过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对他的评价能够有所改变 我还是在回应一下 你们不足够批评他 来